大家好 又是Bord Game Base 新遊戲巡禮的時候 今天又有十幾隻新遊戲 為大家介紹的 事不宜遲 第一隻 就叫做Mountain Ghost 是一隻舊GameRefilm 這間出版社呢 大家看看 BordGameTables.com 就是出QE那隻 它都出了好多隻 細小隻但都口碑好好的遊戲 原來呢 全部都是由這間廠生產的 Panda 我相信這間是全中國質素最高的 Bord Game生產商 這隻玩什麼呢 就是 它Refilm了 有些山羊 有些Number Card 已經拆開了 我自己試玩過 好玩的 應該好玩 未找真人事 244人 這裡印錯了 2至5人去這裡 應該只有4個人 每個人的顏色 有些羊 爬到越高就越拿分 爬到最高 如果沒有人搞你 就不停摘色仔拿分 一隻輕騎短的策略Game 那些工具很漂亮 那些卡都很漂亮 好 又是這間廠 這隻叫甲蟲雙撲 日文不懂得讀 Cabutu Samoa 那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二人遊戲 如果變成四人是否打組 不知道 那 又是很漂亮的 那些工具 那些工具 當然都是 大家都看到是Panda 出的了 那 應該是玩甲蟲雙撲 應該是 不知道 還未研究 但看來已經非常美麗 好 可以有另外買的 另外買的 好 這隻 Furnace 那 都出了一段時間 應該是KS 還是 外國 不知道為什麼在美國 很久才有 聽說是一隻 很棒的遊戲 好玩的 是輕騎的 策略遊戲 還未研究是什麼 那終於都 但美國都好像全都賣了 我都 剩下很少而已 好 然後呢 就到 Crime City Micro Marco Full House 那 經常都有人問我 咦 Expansion 這隻不是Expansion 和原本那隻 有什麼分別 那 其實它是一隻 Stand alone 這隻是拿獎的 原本那隻 Crime City 是拿獎的 那這隻有什麼不同呢 第一 那個City Map 一模一樣大 不過是新的 裏面的內容 全部不同 第二 就是它一樣有16個新的Case 分成年齡 有些適合小孩子的玩 有些可能大些年紀玩 一樣有放大鏡 一樣 老花很難玩 你看到那些公仔很小顆的 那 那 你把桌子 都可能不夠大 可能要放在地上玩 那 找回一些動機 找空手 時間是怎樣 線索 那些這樣的 推理遊戲 是很受歡迎的 整天都賣光 好了 下隻新的 那這隻 首先是 唐頓 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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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都做過劇集 Netflix 都可以看 現在 不知道玩什麼 那 新出了沒多久 幾個星期 那我想是 Card Game 多少人玩 咦 2至6人 好 然後又講一下小遊戲 又是Own Game 就是那隻豬 豬鼻 豬鼻在哪裡 咦 這裡 這麼小 豬鼻 2至10人 15分鐘 快遊戲 那就是玩什麼呢 就是 我只知道 跟節拍有關 好像有個零件 是會發聲的 那 詳細就要自己看看BGG玩什麼 新出 美國 好像Multi language 剛才看到 英文 法文 西班牙文 DE 是什麼 德文 還是班牧 不知道 八歲以上 那 之後又是 DUN DUN 套戲上映了 都快落畫了 未看 不知道受不受歡迎 香港 但又出了一隻 這間Porto 出的DUN 就應該 可能跟他們的 DETECTIVE 有沒有關係呢 對了 他們可能 的idea 在DETECTIVE 那隻舊遊戲裡面 拿出來 再改良 給這套 科幻小說 或者電影 用它裡面 人物 故事 這樣做 好 下一隻 講開DUN 就講完這隻 DUN DUN 大家都可能聽過 上年最出名的兩隻之一 另外一隻就是 LOS WON 另一隻就是 DUN DUN 的 upgrade pack 超厚 但是 很輕的 3磅 裡面有些什麼呢 據我所知 就只有這些 FIGURES 這些公仔 所以很輕 卡都沒有 BORD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做好這隻遊戲 可能只有一水 因為都 很難才 找到 供應商是有的 好 另外一隻 這隻呢 就叫做 Double Double Waterproof版 我真的沒試過 放進水裡 好像又有另一個名字 叫Beach版 Sport It SPOT 有些地方叫Bouble 有些地方叫Bouble Hank Can Party Game 考反應 出了這個 可以去沙灘玩也可以 黃水 因為 他說 好 到Essent Essent 過了一輪 很多遊戲已經 玩完了 玩厭了 這樣 全部都是新到 兩個禮拜 起碼 其中一隻 Origins 貨幻 一點的 Civilization 未研究是什麼遊戲 已經很多人玩了 作者 懂不懂的呢 他應該有些 舊作都出名 不過已經不太記得了 好 另外 這隻 哇 好重 這隻應該是法國RPG 改成Bot Game 2至4人玩 10歲以上 據聞故事性不錯 又不會太長 也挺爽的 這隻遊戲 對 好 這間公司到 Studio H 好像他推出的 都不錯的 那些遊戲 說開 故事性RPG 哎呀呀呀 剛剛日 KS到了 這隻呢 我以為是一隻 全新的遊戲 Try Night 2000 原來 有個客人告訴我 是一隻 好舊好舊的RPG 現在呢 變成一隻 Fox Set Fox Set Fox Set 是不是純RPG 應該 照看都是 KS 剛剛KS伸出 有沒有寫 2至6人 可以 120分鐘 這麼快 好 另外繼續 SEN SEN的 一隻 又是金字塔 這隻 是否 拉丁美洲的金字塔 不是很熟 不是很熟 作者也不懂 玩什麼呢 都是收集資源 建造你自己的城市 建造一些建築 金字塔 又拿分 這麼 對 對 好 另外 另外是尖塔第二部曲的延伸 又有延伸 又有這些古代金字塔 這次這個作者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這個Daniel就是Marco Polo Grant Austria Hotel的其中一個作者 這邊這個就不太熟 這隻口碑都不錯 都很多人買的 但能不能及其他金字塔的遊戲呢 不知道 另外一隻 也是一隻 忘記了是日本還是台灣的遊戲 重新包裝過由YELL 這家產品就買了一個英文美國版本 其實歐洲都是它 歐洲的英文 要查一下 一般的反應都 它本身日文和中文版本都 一般 好 這隻就厲害了 入擊貨都賣光 現在都賣光 Bassil Imperial 很特別的 真的是Bassil 設計師 真的是 巴西人 出版社都很邪巴西 玩什麼呢 就是4X 要延伸 又要 探索 不停地拿六角形擴展地 又要 升級你本身的國家 要每人一個國家 或者每人一個勢力 忘記了 最後要消滅對方 可能要攻打一下 不一定要打的 打得不厲害都可以 但通常4X的遊戲 玩很長的 可能要四五個小時 比如Egypt XIA 都是4X的 這隻是短的 兩個多小時 人家的口碑都說爽的 所以 已經賣了幾輪 終於都賣光了 應該是 又賣光了 不知道將來還有沒有貨 好 有一隻 另外一隻 大作的 Expansion Glinmore 2 這個本身 它的Core已經很大盒 很多東西 裏面有些Promo 又加了很多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又可以出一隻Expansion 已經是Deluxe 再出一隻 Deluxe 的Expansion 尺寸又好怪的 好 之後到 好 又說有些KS的 到貨 Expansion 就是 Fantastic Factories 一出就出兩隻Expansion 真是麻煩化 為什麼不搁一隻呢 又要分兩盒 這個好像有些壞人 搞事 Hacker 這些壞東西來的 這盒 這盒就可能關於工廠 看上去關於生產的 好 還有什麼介紹 好像介紹完了 還有一盒 講完就完了 好 這個 怎麼拍 這個好像整塊立方體的 這個背部 對 調轉了 哎呀 用不到 好重 Descent 最新版本 一塊 突然間出現了 那些人玩了 已經很多人都玩了 不論中文版 英文版 都是說好玩的 正的 公仔又漂亮的 遊戲很好玩 對了 不用多說了 這個太出名了 FFG 好 今天的介紹 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